記得還要再做幾件事 就是修改上面的名稱 因為我這上面的名稱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面這邊叫cb01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combo box 原來叫combo box1 請你把它改成這個 c cb01 Enter Name 因為這個Name將來會跟程式 會連動 所以如果你這邊名稱沒有改的話 你將來如果用我的程式就會發生錯誤 ok 第二個的話呢這個button 這個按鈕部分的話名稱 我取名稱叫做這個btn01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名稱也改成叫btn01好了 那將來這個因為名稱原來叫command button1 這個太長了 把它改一下 Enter一下 ok 再來呢底下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那個狀態條 你這邊我是把它改成這個 拉一個 這一個 狀態條 那至於多大多小啦 反正你就自己 我這邊上面有一個 寬度我是 就把它改成大概200 大概200 200可以整出啦 但你將來這個數字其實是可以自己再 去增或減 這個其實沒有關係 可以增減 好 另外的話呢 把它 caption 把這個caption 裡面的資料刪掉 Delete掉 把它變空的 那還有什麼呢 它的前面的顏色 應該是後面的顏色被color 把它改成紅色的 類似像這樣子 那 不過呢 它初始化的時候是會出現 所以呢 我當它剛開始會把它歸零 哪個數字歸零呢 就是把它的寬度 這個wise有沒有 這個wis 這個wis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零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再去增加它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介面 這個名稱呢 因為我將來要呼叫它 所以把這個名稱改成pb pb大寫 那為什麼叫pb 因為本來應該叫progressbar 其實在 那個vp本身裡面有一個pressbar的這個控制項 不過後來我發現 它雖然很好用 但是有個問題 因為之前同學 在新的64微圓環境下 不能執行 因為現在都32嘛 可是呢 其實很多地方的電腦已經upgrade成64了 Excel 2013以後 所以如果20 只要是64微圓環境 那個progressbar的那個元件就不能用 我想說不能用那怎麼辦 用一個可以用的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不如就把它改成這個 用label label一定不會有問題 那 其實它的效果也差不多啦 只是更新它的 它的寬度而已 所以基本上 將這個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回去可以試試看 我們大概會有幾段程式 第一個 當啟動的時候 當什麼啟動 表單啟動的時候 做這些事情 什麼事呢 把清單放進去 因為現在你啟動清單 沒放進去 因為沒有寫東西 那這個是寫固定的 下面是自己會抓 這個是活的 兩個方法 我想這個可能今天 講會來不及 所以 第二段就是說呢 按button鍵 Click的時候 直接去呼叫什麼 P4篩選就好 所以如果你module 裡面已經有P4篩選 那不用重寫 直接就呼叫就ok了 那再來比較重要是 如何讓那個進度狀態的那個 這個列 可以去修改 那有幾個重點 如果你這些做完之後 再去修改 底下的程式 那你看到的結果 就會看 就像我剛剛的那個 執行的 啟動之後有沒有 下拉 我好像 我是home 應該home2 我這邊 做完了是home2 這個的話啟動之後 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按下他 其實做出來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 因為時間 可能不太充裕了 所以下一次 我們再來把這個部分 跟各位做 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 我們再來講有關 如何從網路去下載一些資料 這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難度 當然也越來越高了 不過跟前面 也 有一些些關聯性 可以 所以請各位回去的話 有時間 還是把那個今天跟 前幾個禮拜的 盡可能把它熟悉 因為你不熟悉的話 後面 還要再增加大量的工作表 或者刪除工作表 那你就會卡住了 更不要說從網路上撈資料 OK,那今天先到這裡